游文图斯在今年夏天收购了C罗,耗资1.15亿欧,虽然花费巨大。 不少意大利民族都认为巴马尊团是欧冠大热门,但是在卡萨诺看来,游文收购的仅仅是世界第二球星,因为世界第一是梅西,在卡萨诺看来,巴萨才是新赛季欧冠的最大热门。 卡萨诺在接受意大利日报采访时,卡萨诺谈到了游文签下C罗的交易,游文做了一笔好生意,他们签下了世界第二的球员。 不过我认为梅西依然是最好的,我甚至用他来给儿子启名,可见,在卡萨诺看来,梅西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,而C罗是世界第二,这样的卡萨诺其实也是没吹一枚,梅罗卡萨诺还认为,巴萨才是新赛季欧冠最大热门。 他表示,游文并非欧冠最大热门,在我看来,巴萨才是最有希望赢的欧冠的。 谈到黄马主席申卖C罗时,卡萨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,我了解黄马,对于弗洛伦蒂诺来说,俱乐部才是最重要的。 当时间到了的时候,他们同样放弃了巴西的罗纳尔多和贝克汉姆,因此,我不惊讶他们这样对待C罗。 卡萨诺指出,有了C罗,游文将肯定继续垄断一架冠军,拥有C罗,游文肯定在2022年前都是一架冠军。 这个赛季,C罗可以打如此实球,在预测新赛季一架的三大射手时,卡萨诺表示,今年的前三射手分别是C罗,一华英和哲克,一卡尔迪。 他会见很多球,但是这已经是他的全部了,最新文章,不科学,竹坛最贵十一人,黄马静灵人,老佛叶练色幻欧冠王朝C罗母亲和乔治那,已经不说话仿次而席,为钱财和C罗相恋下妙。 西梅铺黄马门神纳瓦斯手中超天价邀约着乌龙泰业与FIT&敏泽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西梅铺黄马